你不上場你如果尊重香港人 你一開始的時候 你的球隊一到香港 而且香港是破格 香港是破格了在機場接待你 這已經接近是國家元首的這種 而且有儀式 那整個典禮還沒有結束的時候 你們這些球隊球員就上了巴士車 這個已經一開始的時候 就表達了很大的不尊重 第二個呢一旦你不能上場 中間的休息時間 你要不就是一結束的時候的記者會 馬上就應該跟所有的香港的球迷 要認錯要道歉 而且要提出你的補救措施 例如說你要全部都退廢 因為大家來看的 這麼高的門票是來看你 你今天既然說最後你的身體的因素 或是你個別的因素 或是所謂的你的教練的因素 不管任何因素 結果是你沒有上場 既然你沒上場 你就應該要把門票要折幾折退給人家嘛 你就應該用一般的 這種超級杯的足球賽 例如說一張80塊左右的價錢 你就不能夠是幾千塊的價錢嘛 你就應該對於那個超收的這個錢 全部都應該要退廢嘛 這是你應該要做的事 結果你沒有 你錢照收在口袋裡面去 對不對 然後你只是說 我們不跟香港政府 申請他的一千五百萬 再加一百萬的補助款 坦白說香港政府是 我跟你簽了合約 當初講定的就是上場45分鐘 45分鐘 是啊 你今天沒有旅行合約 我本來就不給你的 還叫做你來不跟我申請 我說不必了 你根本沒資格 我根本不發給你 所以我覺得香港政府的態度很明白 不是你不來申請 是我根本也不會給你 因為你違反合約 我們現在要爭取的是什麼 你應該要賠償